新加坡少年于彭山因为多次出言诽谤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和基督教社群 引发巨大争议 他最近在一家购物商场当众遭人袭击 周围许多人却袖手旁观 由路人将这个情景拍摄下来 尚载到网络 不少网友纷纷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 也有人联署要求当局撤销对他的控诉 这段影片显示 17岁的于彭山被一名男子紧抓不放 甚至一度从后方扣住他的脖子 尽管他多次向路人高喊求助 但是除了一名外国男子之外 其他路人都袖手旁观 影片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 有网友发起连署运动 促请新加坡政府废除伤害宗教感情的罪名 让于彭山免除被控的命运